3月1日高雄地检署与卫生局联合调查物流金流相关市政 发现金站加广海顺等关系企业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邻近两个地址总共一个地址是6家 另外一个地址是3家 海顺与松丰则是令指设厂 以上在2月29日到3月1日 卫生局跟检方就已经初步掌握相关情资 并查扣有关市政跟产品进行逐批离情检验 截至目前为止 依据调查确认的诸多违规市政 卫生局于3月8日起 已处分金站等关系密切公司 共11家停业6个月 累计罚款438万元 由鉴于上述关系企业 故意恶性透过不当手法输入有毒辣椒粉 影响各食品产业中下游情节重大 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卫生局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44及47条的规定 废子上述11家公司的食品业业务 登记事项及食品业者的登录 不得从事食品 食品倾家物 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装 食用用清洁剂等之制造 加工 调配 包装 运送 储存 贩卖输入输出并附资经济发展局 高雄市自112年迄今抽验后市场端的辣椒粉 总共有167件 包含112年的55件 113年的112件 截至目前共检出12件不合格 其余150件都没有检出苏丹红 该12件检出苏丹红的违规产品均为今年2月扩大抽验 精湛等关系企业源自中国输入的辣椒粉 违规情节重大 依法予以策照 卫生局在后市场端的查核会持续加强抽验 并透过地方卫生局联系网络严查重罚 确保民众食品安全